猪肝怎样做才够滑嫩而且不腥又好吃 原来啊,前期的处理和料汁的配比非常重要 大家好,欢迎观看我的视频 今天分享到家常菜,爆炒猪肝 我们在选购猪肝的时候 尽量挑选这种看上去颜色比较鲜红 摸起来手感比较紧实 里面没有孔的猪肝 回来以后呢,给它切成薄片 如视频中这样操作 想要炒猪肝够滑嫩 我们在改刀切片的时候呢 尽量给它切得薄一点 切好的猪肝放入清水中 给它进行初步的抓洗 猪肝先清洗了一遍 然后给它捞出 放入一个空盆里面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把面粉 再加入半瓶昨天小姨子喝剩下的啤酒 然后呢,用左手给它抓拌 这个过程呢,在两分钟以上 面粉有很好的吸附作用 它能去除里面的血水和杂质 啤酒有很好的去腥效果 然后呢,放入流动水中 给它进行深度的冲洗 如视频中这样操作 每天都给您带来最详细的做菜教程 如果你每天不知道做什么 吃什么,可以关注一下 到我的主页里面找灵感 非常感谢 猪肝放着给它冲洗一会 这个时候我们来剁一些泡浆 放在盘中备用 再切点蒜片给它放在一起 搞一把小米椒横刀 给它切成圈圈 当然不喜欢吃辣的可以少放 再弄一点红泡椒 用刀给它剁一下 全部放在一起 切点小葱段 我们在最后出锅之前 给它放进去 所以要分开放置 碗中加入生抽一勺 大约10克 再加入少许蚝油 体味增鲜 增加浓郁度 大约5克 再来点老抽3克 再来点香醋 大约8克 再来0.1克胡椒粉 加入食盐2克 加入白糖4克 再加入1克鸡精蒸鲜 加入料酒5克 生粉4克 再加入5克芝麻香油 然后用勺子充分给它搅拌均匀 我们的料汁就调好了 这边的猪肝清洗到发白 水变清 然后捞出控水 放入碗中 只需要往里面加入一点点盐 就可以了 其他的什么生抽老抽都不要放 然后用左手给它抓拌均匀 点火起锅 这一步开始正式上火烹饪 由于家庭造具火力比较小 所以一定要把锅提前烧热烧透 然后才能放油 多放点油 放入锅子 让油给它润满锅壁 随后下入准备好的小料 保持最大火给它煸炒 激发出香味 紧接着下入刚才的猪肝 下锅之前 再次把水给它控一下 保持最大火力给它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再强调一遍 做这道菜火一定要够大 如果火不够大的 一定要像我这样充分烧锅预热 大火翻炒了20秒左右 紧接着下入事先调好的料汁和小葱段 提前把料汁调好的目的 是为了缩短调味的时间 能更快的出菜 这样炒出来猪肝才不会老 大火翻炒五六七八下 出锅 装盘 一道非常鲜嫩可口的家庭版 爆炒猪肝 制作完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我在评论区等你